下面呢,再到您到吉林去看一条会唱歌的小狗,这是一条非常聪明的主物狗,深得主人的喜爱,而最让主人金先生骄傲的是啊,每当他吹起萨克斯的时候呢,小狗就会纹身放歌,那唱的是叫一个准呢。 这只小狗名叫小虎子,是一只西施犬,金先生已经养了三年多了,金先生是一名萨克斯手,平时就在家吹萨克斯,两年前他发现小虎子的音乐有特别代号。 一开始金先生还以为小狗先吵才叫,可是后来金先生发现小狗不但叫,他还会随着音乐哼唱。 这下可乐坏了金先生,原来这个小虎子是想唱歌,于是金先生就刻意引导他。 现在只要金先生一吹萨克斯,小虎子无论在哪都会跑过来,在金先生的身边跟主人一吹一唱,这给金先生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。 不单是萨克斯,小虎子对长银就是有特别的爱好。 每天早上换煤气罐的老先生都会经过金先生家门口,喜欢待在窗台上的小虎子一听见换煤气的吆喝声,他也跟着喊。 换煤气罐的老先生每走到这儿,就会停下来和小虎子对一会儿。 聪明的小虎子让住在附近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喜欢他,每天人们都会听到他的歌声,这给金先生一家和周围的人带来了不少乐趣。